在蔡英文總統 看起來2020的這一場選戰 主打的恐怕是兩岸 外交 國防等議題 內政看起來不是太有救 之前政府常常喊的 這個印太 印太 印太戰略 要跟著美國走 最近這件事情 在國際局勢的變化當中 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警訊 還能繼續走下去嗎 我覺得有困難 我們看到這整個局勢 如果沒有控制得好的話 它會影響到 整個南亞地區的一個安全 印度13億人口 巴基斯坦有2億人口 總共加起來就15億多人口 所以是蔡英文政府裡面的 新南向政策的重鎮 他把它放在印度這個地方 當然他也結合美國 在走這個印太戰略的時候 美國也一直在拉攏印度 想把它成為一個印太戰略一環 所以我們就看到 當印度跟巴基斯坦 發生衝突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帶來的是 區域間的不穩定 美國在中間犯了一個錯 現在美國在修補它這個錯 目前對我們的一般的人的生活 產生第一個影響是航班大亂 因為這個衝突發生之後 巴基斯坦已經全部關閉領空 什麼時候開放領空 要看局勢的演變而定 一旦它關閉領空的時候 我們的所有的飛機 飛往巴基斯坦這個航線的 全部都要繞到印度關閉北邊的領空 所以這兩邊這個整個地區 那麼的領空都是 關閉的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看到國際間 那麼開始在高度關注 大國都已經介入了 先看一下為什麼會介入 是發生在克什米亞這個地區 克什米亞過去在一世紀的時候 一直走了大概有1000多年 都是佛教的中心 可是在1339年的時候 那麼一個穆斯林的部族 到了這個地方來 控制了這個地方以後 他從佛教轉變成為穆斯林 轉變成為穆斯林了以後 到目前為止 這整個區域 因為穆斯林這個宗教比較特殊 那麼他們本身叛中的 那麼轉變宗教的程度很低 所以這個地區的人 絕大部分都已經是穆斯林了 原本他不屬於印度的 在1800年左右的時候 也就是在19世紀 英國人殖民印度的時候 跟這個地方發生戰爭 發生戰爭以後 英國人就佔領這個地方 二次大戰結束 印度獨立 印度就把這個地方說是他的 但是他在過去歷史上 不屬於印度的 所以這個地方成為有爭議 一部分的爭議 大陸在這個部分裡面控制區 另外一部分 就是巴基斯坦的這個控制區 我們看到橘色這個地方 其他的這個地方 就是印度的控制區 在邊界這個地方是一個停火區 印度跟巴基斯坦 牽了一個停火區 停火區 但是在巴基斯坦的境內 也就是他的控制區的境內 有一支叫穆罕默德軍 是屬於激進組織 但是不是聯合國所公布的 恐怖主義組織 是屬於激進的組織 他主張要把整個印度人 驅逐出這個地區 所以他會對印度的軍隊 或是警察實施恐怖主義的攻擊 在2月14號的時候 那麼印度在他控制區的首府 在他的首府進行了他的武裝獻兵 就等於是獻兵了 武裝警察的大部隊的遺防 2500人走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那麼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噴到有一顆汽車炸彈 衝過去以後炸死了45個人 炸死了45個人 還有幾十個人受傷 印度非常的生氣 所以在兩天之後 就是2月16號宣布對巴基斯坦 那麼解除最惠國的待遇 那麼第二個對於他的關稅 實施200%的關稅 接著 但是這個對巴基斯坦沒有影響 因為巴基斯坦跟印度的貿易很低 可是在這個時候 美國的國務卿講話了 他說他譴責恐怖主義的行動 這符合國際的規範 但是他也譴責巴基斯坦 他說你巴基斯坦不應該 匹復這個恐怖主義的組織 巴基斯坦在當時發生這個衝突 也就是發生這個恐怖主義的攻擊的時候 他說不是我幹的 那麼穆斯林軍 穆罕默德軍承認是他幹的 那麼巴基斯坦要求跟印度 聯合組成一個代表團 真相代表團來調查這個真相 說確定不是巴基斯坦所為 可是印度指控巴基斯坦 如果你沒有給他情報 他怎麼會知道 我大部隊的疑防的情況 所以他印度就一口指證 但是沒有任何證據 隔了幾天 當時在美國表態之後 我們看到了印度的莫迪 因為印度再過三個禮拜要宣布 他們要舉行大選 所以5月的時候 他們的整個大選發生 目前莫迪的情況並不理想 因為他的經濟狀況不好 所以莫迪的連任承受很大的壓力 這個時候莫迪就調動了他們的空軍 12位精英到中部這個地方 進行一個軍演 進行一種強化的軍事訓練 那麼到了26號的時候 就把這12個精英架的換下2000 12架分成三個分隊 每一個分隊四架 去攻擊這個越國邊界 去攻擊巴基斯坦的控制區 三個首府 巴基斯坦的空軍F-16上升 那麼印度的軍隊走了以後 沒有炸到他的目的 印度說他們死了300人 巴基斯坦說沒有死亡 只上了一些人民 然後也公布了影片 給大家看 這樣的情況是在2月26號 第二天印度又出兵了 出兵了兩架米格 出兵了兩架米格機的時候 跟巴基斯坦的軍隊就交鋒了 交鋒了以後 印度被打掉兩架飛機 印度說我只被打掉一架 剛開始是說我都沒有被打掉 剛開始印度說我什麼都沒被打到 最後被公布出來 因為影片被拍出來 那麼一架巴基斯坦說掉在印度的土地上 沒有拍到照片 另外一架在巴基斯坦有拍到照片 飛行員死了兩個 一個被俘 所以有三個飛行員 架米格21 所以我們判斷應該是兩架飛機 印度說他擊落 巴基斯坦F-16一架飛機 但是沒有影片 到目前沒有證據 還在查證中 問題有幾個 第一個地方是在於 在這個地區裡面剛好就是印度的 蕭龍戰機的一個助手地 所以大家目前來講不知道 是被F-16擊落的 還是被蕭龍戰機擊落的 如果被蕭龍戰機擊落的話 這意義是不一樣的 因為那是中巴的合作的新式的戰機 可以擊落米格21的話 對蕭龍的未來的販售是很有幫助 等於是第一次有實戰經驗 但是對印度來講的話 由於他在27號的當天 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他的外交部部長 跟大陸跟俄國的外交部長 在浙江的義烏 他們在開會 在開會的時候 這個事情他還不曉得 那麼印度的總理 本來在早上11點的時候 跟青年領袖在對話 對話一半的時候 有人遞了條紙給他 他看了條紙之後 一句話不說站起來反身就走 所以我們就很明顯的看到 這整個局勢已經惡化了 目前大陸 俄國 還有美國白宮也出來講話了 要求要克制緩和局勢 不應該在升高局勢 因為雙方在廖話 印度我們擔心他為了選舉 那麼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 如果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 那麼整個局勢惡化的話 對未來的這個區域的發展 非常的不理想 他這個印巴衝突 有一個政治上面的變數 是印度即將舉行大選 在大選期間升高戰爭的態勢 這個好像感覺在台灣也 隱隱約約最近在發生 對於我們來講 應該要注意什麼 我們要學到一個教訓 自古以來當內部有重大的 什麼朝代的更替的皇帝的嗝屁 跟這個政黨的選舉 或者是國家經濟衰退的很低的時候 是發動戰爭的最佳時機 因為當國安高層 我常常提醒我們國安高層 你要跟人家宣戰也好 挑釁也好 你要有一個叫起戰指導 我什麼時候打這個仗 打這個仗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壞處 這個指導是總統要下的 至於怎麼打是參謀總長的事 但搭起來了以後 我能死多少人呢 我能不能承受呢 像日本天皇說 原子丹下來了 我沒辦法承受 叫中戰指導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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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日嘿县 算下你world 字幕志愿者 詞 字幕志愿者 知識 三民謙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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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derm 字幕志愿者 詞